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将在八月发行 今天他也特别拍摄新歌 没有说再见的MV 但出歌谈多年的孙耀威 也透过这首新歌 要和歌迷说说自己的心底话 连台湾都走 一个人就跑到美国各个地方去 然后一直我都好像 突然间笑声立即 然后很对不起 一直支持我的歌迷 所以我觉得没有说再见 就是要跟你们说一声 对不起 我那个时候没有说再见 但是没有说再见的meaning 有另外一个meaning 也是意义 就是没有说再见 代表着我一定会再回来 一样的阳光笑容 这回孙耀威改走创作路线 他还在新歌中 搭谈自己渴望细水长流的感情观 是否是有感公众人物 谈情困难呢 我有尝试过就是 半公开那种我的恋情 但是我觉得已经被媒体 尤其香港的媒体真的很厉害 到处都会 就是会找到我们 然后找到我们之后 就会拍我身边 到底会不会有一些 其他的女性 然后就制造一些 我跟我女朋友 中间的一些误会 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压力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想 我是不是要搬来台湾住 因为我觉得这几个月 我觉得台湾的媒体 虽然说什么 现在很多狗嘴队 但是我觉得 比香港来讲好很多 我觉得我可以在一个 玻璃的餐厅里面 吃了一顿饭 跟一个可能教会里面的 女性的朋友 都没有被拍到 我觉得 我省很多事啊 不用回去解释 要不然就很糟糕 重回歌坛的孙耀威 也带来全新的音乐 要让粉丝看见自己的成长 找不在那里面 不用我了 那么大事 我是大事 来码 路线 关键 对 我们再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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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次见